掐字的国语注音是 七压掐一声掐 掐一声掐 掐是用手指头或手指甲夹住或按住东西 如掐脖子 在苹果上掐了几个指甲印子 掐字又可以当采摘酱 如掐下一朵花来 也就是摘下一朵花来 也可以当用手拿东西酱 如手里掐着一把青菜 掐字又可以用来形容数量很少 如白仆无同语句 国家又不曾亏你半掐 掐指一算是用手指计算数目 有猜度预料的意思 所以旧的小说中 常用来描写方外人士预补未来的用词 如《寄宫传》第119回 正在洞中打坐 西点来朝 我掐指一算 知道这方有难 掐头去尾 是说把不重要的部分加以省略 和掐字很相似的是这一个掏字 掐字的国语注音是 特凹掐一声掐 也就是掐东 这样写的掐字 掐字的分别是 掐字可以写成这样的掐 但是因为和掐字很相似 所以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如果您记住 掐字的右偏旁 是一个咬字 掐字的右偏旁 不是咬字 那么您就不容易写错了 今天每一字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